所以为什么老法师在宫门开书里面讲 顺境不起贪 逆境不起撑 就是这个道理 你在平常境界里面 你顺逆境界都要修到 如如不动不取一向 我们不是 我们碰到顺境就喜慌 碰到逆境就起诚心 不顺我意 不顺我意就是逆境 我们就心服气躁 我们的毛病心就献出来了 我们在顺逆境界里面 我们是做不了主的 你顺逆境界在平常都没有任何定功 你在舍抱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定功 曾经有一位比丘女要往生的时候 他把他喝一杯 这个故事是正恩法师讲出来的 他舍抱的时候 众弟子在旁边跟他祝念 正恩法师派他女帝主去观怀 因为他们都是出家人 他们认识的 这位比丘女 他的俗家女友跑过来 脱口恶出说 妈你不要往生 教一记 妈你不要往生 那位比丘尼本来在练佛里面 都不练佛了 就不练佛了 回到秦主就生起来了 所以这个礼命中是很可怕的 孙尼奥西 孙尼奥西交相并发 则一生所做一切善恶之业 随其勤响勤众 他一生所造善造恶的 勤响是你的勤止妄想 随其勤响勤众 巨死赶变而顿现 全部都现出来了 所以你一生造恶 造善的这个顺利二习 在你礼命中的手抱之后 全部都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祝恋呢 就是希望他在舍抱的时候 能够放下这个顺利二习 能够放下这个贪生之慢力 根据放下这个顺利二习 会胖那些顺利三习 会取消耗的